身穿藍色襯衫戴黑色帽子和口罩 一臉嚴肅快步走進地檢 这是黄子焦卷入性骚风波后 身影了一个多月首度露面 而这起案件是台北地检署主动介入调查 在上午9点多检方一妨害性资主等罪名 指挥台北市副幼队 持四张搜索票到黄子焦的两处住家 和两个工作室搜索 再被送到北检附讯 可以看到黄子焦整个人瘦了一拳 甚至白发也多了 面对大批媒体追问依旧避而不谈 据了解远警到住处搜索时 孟管如当时也在现场 外传黄子焦的情绪相当平稳 而且很配合警方 而黄子焦的恩师张小燕 下午也透过媒体向他喊话 要他好好面对 以前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 台北地检署日前收到告发 以强制猥亵毒品等罪侦办 外传现在被害人不止一人 但北检不愿证实 黄子焦被依防害性自主罪侦讯 复讯一个半小时后以35万元交报 不止重创演艺事业 法律上的责任也无法逃避 华新闻林佳穎胡元祖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哈啰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